土城希望之河的櫻花 可以說是距離市區最近的賞花地點 而因為賞櫻而舉辦的櫻花祭 也即將在3月25日星期六進行 只是來到現場 今年的櫻花祭似乎是晚點到 舉辦單位護勞里里長許春藤說 只有三櫻花有開 昭和櫻卻沒有動靜 看來得讓民眾失望了 我們的花種品種就是昭和菊椰這類似的 這個昭和菊椰這個花瓣就是跟三櫻花不一樣 三櫻花以往都是農曆過年後就開始開了 差不多一月份已經差不多瀉掉了 可是三櫻花到現在才正在開 所以我們吉野櫻跟昭和這種品種比較慢 受到天氣的影響忽冷忽熱的氣候 昭和櫻就連葉子都還沒有掉光 真的趕不上3月25日的櫻花祭 雖然里長表示活動照常進行 但就怕民眾誠信而來敗信而歸 要先看大家說聲抱歉 櫻花花開天決定尊重大自然的因素 我們3月25日櫻花祭照常舉行 因為我們已經確定了 不能再更改了 但是往後4月中 大概我們4月中 我們已經落葉落光了 我們4月中我們的花瓣一定會比去年還旺盛 以現場花開的情況來看 舉辦活動當天 趙和櫻不會盛開 里長表示即使花不開 相關系列活動照常進行 歡迎民眾一起來參加 感受不一樣的社區氣氛 至於櫻花何時開 就交給老天爺做決定 眾家新聞林立如李家豪土城報導 謝謝你